你会花46万8买一台19年车龄的兰德库鲁哲吗 虽然这台车公里数少 标的是78000公里 然后呢 是一个RC100经典情怀车型 适当卧瓶4700 这是咱家宝贝在董事地看到的一台车员 这车能不能买宝贝 说白了 像这种稀缺性非标品公里数少的库鲁哲 到我手里了 我也想卖这个价格 但说白了讲呢 很多人觉得买这车肯定亏的很多吧 怕赔 所以说很多宝贝问我这种冷门车 或者是公里数特别少的情怀车 说白了 这个价格其实给到视频前的各位 同样价格让你找一台公里数像差不多大的车况差不多的 你可能都找不着 这种车卖就卖一个虚强性 你可以不买 但是你别说它贵 对不对兄弟们 我如果说去选择RC100 我非得买 虽然我讨厌这台车 因为我之前拥有过 而且天感没有RC200那么好 说句实话 我一会告诉你 我会在这个价位买什么硬派越车 但是咱单纯讲这台车来讲 如果让我去选择 我预算充足的情况下 我会干这台46万8的 你别看它贵 这台车亏 也就K个车的折损钱 亏的车的 一年的折损 两年的折损 甚至是车上的利润 但是最怕什么 怕你10万块钱 也能买到这么一个LC100 但是05年的破烂 公里数跑3040万公里 甚至调碗表 之前六七十万公里 你不知道 这种车你拿回来 你修整备10万20万 你先亏的就是这个 10万20万的整备钱 再亏这台车的折损 你可能开个一年两年 公里数爆炸 拿回来之后 往死修 往死天堵 老铁 那还不如干这个46万8的 至少拿回来之后 不用太大的整备 这车亏可能也就亏一个折损 亏一个行情 不至于让你亏个 十几二十万的整备钱 同意的点赞 还有就是相同的价格 我会考虑一二款的 中规166全能 带几多公里 就10万公里以内的 我相信不到15万 40多万这个价格 我也能安排得到 如果喜欢硬派 越车 丰田系的 不妨 真入手的话 DX460 这车我之前有过 我现在回头还想买 我认为它是 丰田系 牛头标 带大梁 最好开的车 同意的点赞 没事 扒拉扒拉 懂车地 看看车员 行情 2020年买车 变买贵了 啊 宝贝